我感觉他俩演完所有人都已经按耐不住了 我们也问一下在场的各位 就是因为这部剧真的很甜 所以在场有些人是没有感情戏的 没有感情戏的举个手我看看 你恋爱倒是没有感情戏 对就是没有恋爱之间的这种感情戏的 就是自己 quer死的 有黑客人当属于迪 hypothes找 你就认同的是 不好意思 你们其实 nomination tierra Knowing 那三位没有感情戏的 那三位没有感情戏的 在这个剧里拍摄 是不是内心特别的苦涩呀 陈宇 拍这个戏的时候 虽然我自己本身没有感情戏 但是每天我看到 斯凤跟玄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已经甜到爆了 我从他们的身上就已经感受到了 满满的爱意和艺术屏幕的那种甜 就已经够了 那彭舌呢 有啊有啊 是啊青龙啊 上来你跟青龙就抱一块了 青龙今天拍戏没来了 是我看原著的时候我特别期待 就是因为青龙是个小姐姐嘛 然后天天烦我 然后我还不接受她 哎这种感觉多好啊 然后结果拍的时候 导演突然在现场告诉我说 青龙是一个男生 你还认识 那你就对女朋友有意见了 对 然后一下子就导致我有点失 兄弟情不是更重要吗 对啊 那导演到底是兄弟情还是 肯定是兄弟情啊 你理解错了是吗 我以为是哥们呢 我 兄弟情兄弟情 你有点不自知 但何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了吧 他们还有点擦担那个意思 对你对那个女孩的感情很复杂 对 这个那个麦克风 对对对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男孩的导演 哎 你黎泽宫公主 难道有男女的感情吗 你开玩笑呢 私奉 那就太不公平了 导演就是你 太不公平了 导演 对 男产 男产 对 我想起了一个挺好玩的事 这个演员是以前合作过香蜜的一个演那个花神的一个 然后那个时候拍戏呢 他生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 这次我们在现场一见面 又来了 大家就好久不见了 一通打招呼 然后那个这回演戏 我说我们又演你生小孩的戏了 然后他说一句话 他说这次花哥我生的确实是你的 就生的是我 就是生的你吧 我们俩 然后男产就 一起生的吧 男产就死 实际除了他的感情就把这个对太太的感情就放到女儿身上了 实际父亲跟女儿我讲 虽然是父女之情 但是他那个 没法去讲的 如果我也有女儿 女儿找了男朋友的话 我绝对受不了 这是肯定做父亲大概可能天下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而这两个女孩这有两个 要了命了啊 把这个出来气的 天天坑爹 天天坑爹 我就是被坑那一桌 实际上这个男女情 父女情 兄弟情 不管怎么样也好 只要有情就好 对不对 对对 摊上这俩女儿也没时间再谈恋爱了 好 来 另外大家还想问一下学艺 刚刚他俩就差点亲上的时候 你就已经蠢蠢欲动 跃跃欲识 放开那女孩 然后很多网友呢 也想问问你 就是分尸两个角色 最后也没有得到玄机 所以你作为这个没有得到的人 心里是什么感受 没有特别的苦涩 下次不行再分尸三个呗 总能得到吧 老板就是在给你提需求 那现场有没有什么狠话想要放给斯凤呢 没有 就是这么认命了吗 没有 没有 都抽了 还有放这么鬼 那司凤有没有想要回她的 情敌之间关系这么友好的吗 这场战火没有擦起来 好 那我们下面 没事 你说 但是私下关系特别好 你片场会给大家跳舞 来一个吧 都说出来了 没有 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太开心了 因为大家而且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点 所以大家我们都非常熟了 所以每次在片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开开心心 来上班 开开心心的下班 那导演你说他俩跳不跳呢 原来是留学艺跳 最早的时候几年前留学艺跳 他不跳 现在他打开了解放自我了 他开始跳 留学艺不跳 导演我错了 导师下一题 你看这是导演提出的需求 是不是 导演导演真的会跳 真的 导演你来跳 咱俩一块跳 三个人的舞蹈来 来吧 要不咱们三个人 导演唱了 不咱俩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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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来这个 不不不 我其实想 这个接着华哥的话题说 因为我黎泽宫公主 虽然是不能谈恋爱的 但其实 我这个不能透 已经说出来了 接下来肯定还有感情戏 透一点可以吗 透一点 我所谓 是吗 因为 因为思奉是琴痴嘛 但是黎泽宫的公主也是琴痴 你说怎么会没有感情戏嘛 对吧 肯定有 虽然面上没有 所以华哥一直挺嫉妒的 然后每次来我家都要那个 把我打几顿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你看 啪啪啪的打 对对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期待一下 在优酷一定要准备的收看琉璃 那下一个问题呢 是问我们这个双生花 袁冰岩和张雨昕的 因为两个是首度合作 然后呢 在里边又是特别好的姐妹 关系特别的融洽 你们俩彼此出合作的印象是什么 还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要不先从私奉开始 不 不 先从 先从袁冰岩开始 我们第一次拍就是 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画中间 就是我们订装的时候是 第一次见面 然后 我觉得 拍起来还挺 挺顺利 就是挺有默契的 因为之前看小说的时候 其实他们俩就是一个 很 很 就是很好的姐妹 然后演的时候就是说 真的有一个很爱我的姐姐呀 然后就很照顾我 包括我们好多桃花林的戏 我觉得好多东西 就是拍着拍着就可能 后面就是都自己有了 就是 嗯 特别有默契 嗯 那雨昕呢 第一次看到自己姐妹什么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冰岩的时候 是在化妆间嘛 我记得特别清楚 她就在我的右手边坐着 我一起化妆 然后 我其实看剧本 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要有一个妹妹了 嗯 然后我见到她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好可爱 嗯 我真的就觉得整个拍剧的过程中 到现在为止 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妹妹的这个感觉 就是 嗯 然后就在想说自己有一个 这么可爱的妹妹 真的是好的 嗯 雨昕你知道你在 这个角色里边有一个绰号吗 叫古代辣妹 我知道 嗯 我其实是刚刚才知道的 我戴辣妹 嗯 嗯 然后 知道这个绰号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感觉 辣妹 嗯 我挺高兴的 今天至少是对我的一个肯定嘛 因为 哎 我有一个麦克风这个部分 嗯 因为我首先觉得她是表扬的话 然后再有呢 就是一听到辣妹呢 就想起巫童给我塞那个辣椒片糊一脸的这种疼痛感 嗯 好 谢谢 然后其实 哎这个话筒刚好 没事放的就行 那其实我们除了有古代辣妹 我们还有一个免费的宣传总监 我何盛明老师 不遗余力在微博上面非常努力的宣传流离这部作品 我们想问一下何盛明老师 您作为这个公主 呃 您觉得您这个难得班的标准是什么呢 难得嘛 对吧 首先要有德行嘛 对吧 有德 德行天下 所以有德呢才能够进这个难得班 对 好 既然你已经把标准说出来了 那在场这么多的有德有言的男性 您觉得您最想让谁进您的难得班 哦 玲珑吧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难得 哦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在现在拍戏的感觉 他就像一个小男生哦 就像我小弟弟一样 所以我每天在化妆间早上碰到他就 哎小炸鱼怎么样 今天过得怎么样 哈哈 哈哈 没有他可以 哎